美文朗读 精通 作者 莲士生 朗读 陈锤良 要精通文字的奥妙 除了多看明家的作品 细心研究他们的谋篇 布局 浅词 用字外 还需陶冶性情 培养高尚的人格 到了文成之后 一面是新诗改拔 字长寓 一面应向几位 才高学博的师友请教 这不但使你的文字天天进步 而且会加强生活的乐趣